在娱乐圈里明星最不缺的就是钱 拍影视剧 拍广告 做节目 人家只要活着就能赚钱 不知道比普通人要简单多少 所以说大部分明星 有钱 有地位 身上穿的 家里用的 都是名牌 500块一张吗 需要 超过500块吗 超过1000块 差不多 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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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也有十分朴素大方的 毕竟人和人的追求总是不同的嘛 有人要求名贵 但也有人要求只要舒服就够了 如果要说到最具热议的女明星 李湘绝对可以排得上号 而其也是因为这炫富的问题 一直处于风口浪尖 光是听其曝光的每月火食费 金额都高达30多万 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拿到当下物价进行衡量 这都可以抵得上一套房的首付 接着另外一个话题是关于王诗玲的教育方面 据文李湘将羽儿打扮得十分富台 而且每天都是豪车接送 光是衣服或是书包都是一万起步 真的是贫穷限制我的想象 我们家的草地是绿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用了一种特殊的肥料 可以让你的草比别人家的草要多绿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不知大家是做何感想 有一次李湘上一档节目 有一个环节试称体重 需要把所有的手势放下 当时李湘特别嘱咐对方 这个表价值一千多万呢 来来来我的钻表 对 然后我的钻石 对 对一千多万呢 不知道事实有意还是无意的炫富 但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人家自己赚来的钱 只能表达羡慕 不做过多讨论 这还不算什么 相比来说 女演员林心如的炫富也很是值得一提 大家真正了解她 认识她应该是在电视剧还诸格格和情深深与萌萌中 那时候的她十分低调 不管是拍戏还是出门 都是如此 生怕自己被什么绯闻缠身 影响事业发展 但自从捐款事件后 林心如一路昭黑 形象大华 与霍建华大婚有了女儿后 也搭变模样 不仅气质有了提升 就连个人身价也也提升了不少 一次受到媒体采访时 无意间聊到自己项链 她便两手摸着项链说 这是婆婆送的 项链要三亿多 我身上这一套 大概是三亿多 这一个十二卡 十二卡 十二克拉的戒指就已经是一亿 还有这个戒指 十二克拉的 话说这是真心有钱人哪 但凡没点经济实力 都不敢这样说 而说到最独具特色 低调生活的女明星 那就当属郭晶晶 作为知名跳水运动员 在退役后也是嫁入了香港豪门货家 同样是豪门媳妇 郭晶晶为人低调 虽然贵为豪门媳妇 而且据说每月零花钱就有十二万港元 但郭晶晶一直保持省吃俭用的作用 扎两块钱的头绳 买十元的铜装 被四百五十元的包包 虽然贵为豪门媳妇 但郭晶晶一直保持省吃俭用的习惯 从衣服到头是 不止如此 据说在货家 没有佣人 郭晶晶会亲自打扫卫生 当然这在寻常家里 你会觉得自己打扫卫生 这不是很正常吗 可这是在货家啊 这是一个大家族 大家可以百度下货家有多少家业 而且平时的郭晶晶为孩子买衣服 不会去各种名店 或者定制 她经常被派到在最平常的步行街挑衣服 真是是很会过日子了 自己做饭 自己洗衣服 自己换床单 晶晶也是 你刚才去买东西 她也不摄取什么东西 吃的也非常简单 她最怕就是出去那些什么米其林餐厅了 最喜欢就是给她一拍黄瓜就开心了 李湘一块表一千万 林心如项链三亿 却都比不上郭晶晶的亮眼 和其他人相比 她可能是最节俭的有钱太太 但奥运金牌又是她拥有的最贵重的饰品 如今郭晶晶也已经儿女齐全 霍启刚事业顺利 也只有郭晶晶这样的气魄才能够欧住豪门的生活 和老公霍启刚相知相守 郭晶晶是当之无愧的人生赢家 接下来 感谢观看